一个在影视寒冬夏却能无缝禁组,顶级代言不断,一出现便惊艳四方的传奇人物。 许多人都在疑惑,肖战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? 这似乎是一个谜,但其实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。 肖战走到今天的这个状态,是他这些年一直在精心布局的结果。 就如同一位高明的棋手在娱乐圈这个复杂的棋盘上步步为营,最终掌控了大局,收获了源源不断的红利。 第一步,涅槃重生后的坚定抉择。 2020年后,经历了种种磨难的肖战,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,更加坚定了自己要走的路。 他认清了做演员这条路,果断地将综艺狠狠砍掉,一脚踏进了剧院。 这一步,看似冒险,实则勇敢而关键。 剧院,是一个磨练演技的神圣殿堂,在这里,肖战可以尽情地打磨自己的短板,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。 三年的折服,不是噱头,不是浪费时间,更不是一时兴起。 那是他的心智魔力期,是他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而做出的坚定选择。 在这三年里,肖战默默地努力着,不断地挑战自我。 他用心去感受每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,用灵魂去演绎每一个故事。 他的汗水和付出,如同点点星光,汇聚成了一片璀璨的星空。 事实证明,这三年的打磨,无论是在专业技能还是心理淬炼上,肖战都迈上了新的高峰。 他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新人,而是一个有着深厚演技和强大内心的成熟演员。 第二部,跳出舒适区的勇敢挑战。 肖战虽然身处顶流,但他的作品并不算高产。 然而,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机会,而是因为他有着自己的坚持和原则。 他精挑剧本,宁缺无烂,从不为了一时的利益而随意接戏。 每一部作品在严选时,他都要确保有好的班底,有能够挑战自己的角色。 他认真地拍摄每一部作品,好一步是一步,不会为了迎合市场而降低自己的标准。 肖战的这种坚持,源于他内心的平稳笃定。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也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努力。 他不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迷失方向,更不会为了一时的荣耀而放弃自己的原则。 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,坚定地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。 这才是他今日能够获得大致做簇拥的根本原因。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,赢得了导演和制片人的认可,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。 第三步,坚守初心的执着追求。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诱惑的地方,有多少人进卷多年后还能坚守初心? 又有多少人能像肖战一样,始终靠自己争取想要的东西,不走旁门歪道? 真的太少了。 肖战,他就是那个与众不同的存在。 他不被利益诱惑,不会过度消耗自己。 他不看眼前利益,从不收割粉丝。 他一直在做的,都是向内卷自己,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。 肖战的这种坚守,让人敬佩不已。 他要赢,也会赢得坦坦荡荡。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 他的每一个作品,都是他用心血,铸就的艺术瑰宝。 他的每一次出现,都是他对自己的超越。 于是,我们看到了今日的肖战,片约不断,商务不停,清醒笃定,自信前行。 他的游刃有余,源于他的实力和努力,源于他的坚持和原则。 肖战,你是娱乐圈的一颗璀璨之星。 你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世界。 你的故事,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,不被困难打倒,不被诱惑迷失。 你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,只要有坚定的信念,有不懈的努力,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 喜欢肖战,只顾跟上马,不会错。 他会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,让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。 他的光芒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行的道路,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。 让我们一起为肖战加油,为他的未来喝彩,期待他创造更多的辉煌,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 近日,官方公布了第34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入围名单,肖战主演的热播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成功入围。 这一消息,如同璀璨的烟花在娱乐圈的天空中绽放,令人惊叹不已。 这不仅是对作品质量的高度认可,更是对肖战演艺生涯的一次重要肯定。 《梦中的那片海》,以其深情的叙事、细腻的刻画,以及跨越时代的情感共鸣,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弦。 这部剧,就像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,展现了那个特殊时代的人们对梦想的追求,对爱情的执着,和对生活的热爱。 肖战在剧中的精彩演绎,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激情与奋斗的岁月,成为入围名单中一抹不可忽视的亮色。 还记得曾经有一次肖战的素颜照流出,引发了许多网友的负面评论。 有人嘲笑他的外貌变化,甚至称他为丑男。 然而,这些恶意的评价并没有影响到肖战前进的步伐。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,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 如今,肖战成为了顶流,他的人生就像一部精彩的传奇故事,让人不禁为之赞叹。 从舞台到荧幕,从歌手到演员,肖战不断拓宽自己的艺术边界。 他就像一位勇敢的探险家,在艺术的海洋中不断探索未知的领域。 他用一部部作品回应着外界的质疑,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。 2019年,一部《陈情令》令肖战爆火。 在剧中,他以魏无羡一角,深入人心。 那份不羁与深情,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。 肖战仿佛就是魏无羡本人。 他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,让人感受到了角色的喜怒哀乐。 从此之后,肖战的艺术之路越走越宽,他不断挑战自我,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与作品。 无论是古装剧的翩翩公子,还是现代剧的都市青年,肖战都能以独特的魅力与精湛的演技, 为观众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惊喜与感动。 2021年,肖战首次挑战军人角色,出演军旅剧《王牌部队》。 在这部剧中,他展现了军人的坚毅与勇敢,让观众看到了他不一样的一面。 同年,还有古装玄幻励志剧《斗罗大陆》。 肖战在剧中饰演的唐三,勇敢坚毅,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,不断努力奋斗。 2022年现代都市情感剧《余生》,请多指教,肖战与杨子的精彩演绎,让观众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温暖。 2023年仙侠剧《玉谷遥》,肖战饰演的实影,高冷神秘,却又深情款款。 都市情感剧《交扬伴我》,肖战展现了现代都市青年的活力与梦想。 年代励志情感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,肖战将肖春生这个角色演绎的生动感人,让观众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奋斗精神。 还有代播的全谋古装剧《藏海传》,电影《新社雕英雄传》,《德显景致》,每一部作品都让人充满期待。 说起肖战被称丑,其实在去年,肖战和林俊杰的合照曾引起了一些网友的质疑。 有人说肖战的容貌明显变了,怀疑他是不是整容了,而且整容失败,面容显得很沧桑,甚至有人说他像流浪汉,很憔悴。 然而,这些质疑都是毫无根据的。 肖战的容貌并没有什么变化,可能只是因为工作忙没有休息后,所以看起来有些疲惫。 在《娱乐圈》中,肖战是为数不多的多面性演员,能够根据角色的需要变化。 在《陈情令》中,为了保持角色的轻盈感,一直控制着自己的体重,为了符合角色的成长过程,增重三十斤,流长发,染发,剃眉等等。 他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,让人敬佩不已。 从素人到娱乐圈顶流明星,拥有千万粉丝,肖战的人生太爽了。 然而,成为顶流后,要稳居顶流位置并非意识。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,肖战始终保持着谦逊与自省的态度。 他知道,只有不断努力,才能在这个行业中立足。 他不断精进自己的演技,拓宽自己的艺术边界。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,成功不是偶然的,而是需要付出努力和汗水的。 肖战的人生,无疑是一段充满挑战与荣耀的旅程。 他经历过质疑和诋毁,也收获过赞美和荣誉。 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,一直在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。 正是这份经历,让喜爱他的粉丝一步一步见证他更加成熟,更加耀眼。 他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,在娱乐圈的天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 肖战,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,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 你的努力和坚持,让我们看到了梦想的力量。 你的才华和魅力,让我们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。 你的故事,将激励着我们不断努力,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。 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艰难,我们都将与你一起,坚定地走下去。 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,肖战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。 他的成功,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,更是一种榜样的力量。 他让我们相信,只要有梦想,有努力,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,肖战在未来的日子里,继续创造更多的精彩。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 恭喜肖战! 这一荣耀时刻,如同一场华丽的盛宴,让人沉浸在喜悦之中。 主打打脸就是要快,早上还有人在各个平台大肆嘲讽肖战,没有二轮进入精英奖。 仅仅过了一个小时,事件就发生了惊人的反转。 肖战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入围了飞天奖。 这一戏剧性的转变,让人不禁为肖战的实力和魅力所折服。 飞天奖,作为国内三大电视剧奖项之一,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。 他是唯一的政府奖,不同于媒体和网络的奖项,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投票,直接一出来就是提名。 从他入围的剧集就能看出,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精品好剧,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,没有一堆堆的古偶。 肖战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能够入围飞天奖,充分证明了这部剧的高品质和高水准。 之前,肖战还在央视举办的国剧盛典上,凭借《梦中的那片海》获得了突破男演员奖。 这一奖项的获得是对肖战演技的高度认可。 国剧盛典所有入选的作品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品质好剧,提名获奖的演员都是实力派。 肖战作为唯一获奖的大流量,成功地从流量转型到了那于极其稀缺的星光实力派。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打破了人们对流量明星的刻板印象,证明了自己不仅有颜值,更有实力。 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截止目前,一年多点的时间里,已经四十多轮上星播出了。 这一惊人的成绩,让人惊叹不已。 惊不惊喜,这部剧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耀眼的光芒,吸引着无数观众的目光。 9月15日,他还将在登央视中秋档,这充分说明了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是一部有着良好群众基础的好剧。 好剧就是要一轮一轮播不停,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他的魅力。 值得一提的是,《梦中的那片海》的导演,傅宁是年代剧的领军人物。 然而,在剧集还没有上映的时候,他因病离世了。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,没有了导演的助力加持,这部剧在后续剧宣及奖项的评定中,可能没有他其他剧那么有优势。 但是,我想说,傅导您看,好作品好演员不会被埋没的。 肖战用他出色的表演,将肖春生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,为这部剧注入了灵魂。 作为承载着全剧主旨的核心人物,男主角肖春生形象的成功塑造,奠定了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成功的基石。 肖战的角色完成度非常高,他用细腻的情感和精湛的演技,将肖春生的性格特点和成长历程展现得栩栩如生。 观众们仿佛跟随肖春生一起经历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,感受到了他的喜怒哀乐。 肖战的表演让人沉浸其中,无法自拔。 演员肖战就是靠作品从顶流走到主流。 他用一部又一部优秀的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价值。 他无愧央视盖章认定的性格演员,能够深入角色的内心世界,将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得独具特色。 肖战正处当打之年,后续资源更是让人羡慕到刘比雪。 他的路还有很长,很长,更多更好的期待都还在路上。 粉丝们对此次入围都是抱有平常心,因为他们知道,肖战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努力,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。 肖战把和更好的团队合作作为当下唯一目标,他的未来没有上线。 他就像一只展翅高飞的熊鹰,在广阔的天空中自由翱翔,不断挑战自我,超越自我。 肖战,你是娱乐圈的一颗璀璨之星,你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世界。 你的努力和才华,让我们看到了无限的可能。 你的每一个作品,都是你用心血铸就的艺术瑰宝,让我们在欣赏的同时,也能感受到你的真诚和热爱。 你的故事,将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,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。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,肖战用自己的行动,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演员,什么是真正的艺术。 他的坚持和努力,他的才华和魅力,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肖战在未来的日子里,继续创造更多的辉煌,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 近日,青年演员肖战连续两场直播官宣,分别成是椰枝代言品牌F和巧克力代言品牌德福。 这一消息,无疑让粉丝们兴奋不已。 两场直播连续两天,精彩连连,值得期待。 与此同时,他的作品《梦中的那片海》也传来好消息,成功入围飞天奖。 这已经是肖战第二次有作品入围该奖项了。 无论是古装剧,现代偶像剧,还是军旅剧,肖战都以他精湛且完美的演技,让观众与角色产生共鸣,深切感受到角色的喜怒哀乐,从而完全沉浸在剧情之中。 一步步见证肖战的王者之路,他不依赖任何背景后台,仅凭自身的实力实现飞跃,成为行业公认的演技派。 直播接连官宣,商业价值在潘高峰,肖战作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青年演员之一,每一次的直播官宣都备受关注。 此次连续两天宣布为F.E.A.之和德福巧克力直播,无疑再次证明了他的商业价值和市场影响力。 这两个品牌选择肖战作为代言人,是对他个人形象和广泛粉丝基础的高度认可。 F.E.A.之和德福巧克力作为各自领域的知名品牌,一直以来都注重品牌形象的塑造和代言人的选择。 肖战阳光,健康的形象,以及他在多部作品中展现出的多样演技,使他成为这两个品牌的理想代言人。 相信,随着肖战的直播,这两个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和消费者认可度将会进一步提升。 肖战之所以能够成为众多品牌的青睐对象,除了他高人气的加持外,更重要的是他一直以来都保持着良好的公众形象和积极向上的态度。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品牌的价值观,传递着正能量,这也是他能够成为品牌代言人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入围飞天奖,演技再次获得认可。 除了代言肖戏的官宣,肖战的作品《梦中的那片海》也传来了好消息,成功入围飞天奖。 这一奖项是中国电视剧领域的重要荣誉之一,能够入围无疑是对作品质量和演员演技的高度认可。 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是一部年代剧,肖战在剧中独挑大梁,没有依赖老戏骨的支撑,依然表现出色。 他通过细腻的表演,将角色的情感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,让观众完全沉浸在剧情之中。 该剧播出后反响热烈,尤其受到了央视的偏爱,这不仅是对肖战演技的肯定,也是对他作为青年演员潜力和实力的认可。 回顾肖战在剧中的表现,他成功塑造了角色的复杂性格和丰富情感。 无论是角色的欢乐、悲伤、愤怒还是孤独,肖战都能够准确地把握并传达给观众。 他的表演充满了层次感和感染力,让观众在观剧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 宽广戏录,多种角色驾驭自如,肖战的演艺生涯充满了多样性和挑战性。 他拥有宽广的戏录和出色的演技,无论是古装剧、现代偶像剧还是军旅剧,他都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,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表演。 在古装剧《陈情令》中,肖战饰演的魏无羡是一个性格复杂、精力丰富的角色。 他通过细腻的表演,将魏无羡的坚韧、执着和内心的柔软,展现的淋漓尽致,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。 而在现代偶像剧《余生》中,他则化身为温柔的医生顾伟,用细腻的表演,诠释了角色的内心世界,让观众为之动容。 紧接着,肖战又挑战了军旅剧,成功塑造了顾一也这一经典角色。 他通过刚毅的表演,将顾一也的坚韧不拔和军人精神展现的深入人心,赢得了业内顶级人士的青睐。 他们高度评价了他的形象塑造能力,认为他成功地将自己融入角色,为观众带来了真实而动人的表演。 无需营销炒作,实力说明一切,肖战之所以能够在众多青年演员中脱颖而出,成为行业公认的演技派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扎实的演技和不懈的努力。 他不需要像许多人那样通过营销炒作来宣告所谓的转型,而是自然而然就获得了转型成功的待遇。 在电影《德显景致》之前,这样的资源是公认85至90后演员难以触及的。 然而,肖战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努力,成功获得了这一机会,并在影片中贡献了精彩的表演。 这不仅证明了他的演技实力,也证明了他作为青年演员的潜力和发展前景。 肖战的成功并非偶然,而是他长期以来对演艺事业的执着追求和不断努力的结果。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作品说话,赢得了观众和业内的认可。 他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稳健,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实力说明一切的真谛。 稳健前行,期待更多精彩,肖战的证据之路走得十分稳健,他并没有刻意寻求转型,而是凭借其宽广的戏路和出色的演技,成功驾驭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。 无论是古装剧,现代偶像剧,还是军旅剧,他都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,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表演。 未来,相信肖战会继续用他的作品和演技征服观众,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和作品。 他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稳健,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实力说明一切的真谛。 期待肖战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继续发光发热,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。 总之,肖战作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青年演员之一,他凭借扎实的演技,宽广的戏路和不懈的努力,成功赢得了观众和业内的认可。 无论是代言官宣,还是作品入围飞天奖,都是他实力和努力的最好证明。 期待肖战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继续前行,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角色。